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他那个智商 我永远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你还前两天还回来跟我说 哎 媳妇 我送你个这蓝牙耳机壳 我说嗯 不错 挺好看的 哎 这可不是普通的耳机壳 我说一个破耳机壳嘛能有多神奇 哎 我跟你说 你这个耳机壳 你应急的时候 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就可以变成一块橡皮 我想了一晚上 我说我遇到什么困难 我需要块橡皮啊啊 你说晚上回家我碰到个老流氓 我特别害怕我在包里翻 我说你别过来啊 看着什么 耳机壳 橡皮 流氓说咱俩谁 调戏谁啊你啊 根本不会害怕 对吧 只会向我步步紧逼 哼哼哼 我说你别过来真的 你敢过来 你敢过来我就敢擦掉你肮脏的心灵 就是什么高级的喜剧技巧 就刚才上台前 我老公还问我 哎 媳妇 你们这个比赛 电视场会不会播呀 我说会呀 那你是不是得对着镜头 给我说点啥 我说人节目组不让我说脏话呀 但我转身一想也对了 这都要播了 是吧 我今天我对着镜头说几句心里话 这样的 老公 你是我见过最单纯的男孩儿 你从18岁就跟了我啊 美好的青春十年都给了我 男孩子有几个十年呀 我谢谢你啊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你走出大山 跟我过上好日子 老公 我爱你 我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呀 因为我婆婆说她也要看这个节目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